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導演鍾文強做客魯豫有約 首次揭開工作室神秘面紗 所有家裡放不下的片都放在這裡 每一本都看過 有些看好多遍 從編劇到導演 鍾文強坦言轉型原因 我常常寫的劇本導演 都不是這樣拍的 比方說你寫完一個劇本 我寫了半年 一年 然後你去看首映的時候 為什麼走錯了戲院 明明不是這個劇本 我發現原來你不是導演的話 是沒有人理你的 談及新電影《無雙演員陣容》 鍾文強與周潤發之間 又有著怎樣的淵源 你拍電影 你的理想演員是誰 我其中一個理想的演員 就是發哥 你寫這樣的一個角色 你不找我演 你本來想找誰演 就發哥覺得那個角色 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能演 對於香港電影 他又有怎樣的觀察與思考 1992年的時候我記得 紀錄開拍的電影是364部 它一部就每天有一部電影 成本不斷地在漲 票房也沒怎麼漲 好像香港電影沒落了 那我不同意的 魯豫有約 鍾文強放棄設定才能寫好劇本 精彩 馬上開始 你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 但你一定看過由他編劇的電影 跟快樂說吧 看他被你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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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我死 對不起 我是警察 誰知道 中文強在香港電影編劇界 他始終是備受期待的存在 原本香港理工大學念工程出身的他 在兒歷之年轉行編劇 與好友麥兆輝組成最佳搭檔 為大眾奉獻了諸多優秀的香港電影 2011年 鍾文強正式進軍導演領域 首次指導的影片《飛沙風中傳》 便讓他拿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 新進導演獎 出來換誰的拳頭夠硬 那才是最重要 而之後與麥兆輝合作的 《竊聽風雲》系列 《聽風哲》等也是較好又較做 如今他再次拿起刀筒 指導由周潤發 郭富城主演的電影《無雙》 看這一行 守衡行規也不一定有保證 你也是做假話的 是象徵的話 這個世界上 一百萬人裡面 只有一個主角 等你當了主角 想怎麼樣都行 在電影上映前夕 《盧玉有約》節目組《飛沐香港》 在莊文強導演 位於香港柴灣的工作室 見到了他 這間放滿了各類書 和碟片的小辦公室 是他平時工作最常出現的地方 這是我的辦公室 這是我放垃圾的地方 為什麼這樣講 所有家裡放不下的片 都放在這裡 這個大時代我看到 從錄影帶VCD看到DVD 看了看破了好多套 然後教父 教父我一個兩個 對啊 我買這些片是很值的 因為真的看很多片 黑澤民 黑澤民 基本上我是一個很喜歡電影的人 因為喜歡看電影 其實我以前沒想過要拍電影的 我只是喜歡看 我分得很清楚 喜歡看電影跟喜歡拍電影是兩回事 那時候我本來是去練工程的 在我拍電影我就比較像一個工程一樣 我很有規劃的 所有都有計畫的 那是從小 就是訓練出來的東西 然後這裡就是這些書 就每一個進來 都說有把這些書都看過嗎 當然有看過 全都看完了 每一本都看過 有些看好多遍 比方說這些這些看好多遍 導演功課看好多遍 然後這個黑澤民的自傳看好多遍 還有李安 還有李安 還有我的所有的 這裡 這裡還沒看完 這裡是春上春樹 春上春樹的英文版 那中文版我都看完了 中文版的 應該是那個Tim Fung的歌 我已經忘記了 我看了多少遍 從我20歲的時候看到 反正我睡不著就看 其實這裡的書大部分 都是我不什麼看的書 我常常看的書都在家裡 因為我在家裡看書 我家裡還有兩個 兩個比這裡更大的書架 多年來熱愛讀書和看電影 為莊門強進入電影編劇領域 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9年 莊門強與導演馬偉豪 河邊電影《失業皇帝》 自此正式進入了電影編劇一行 而在此之前 他早已陸續開始接觸與參與 電影的各項拍攝工作 更創作完成了十幾個劇本 入行後 更打造了諸如《無間道》系列 《河東師侯》 《頭文字帝》 《愛君如夢》等一系列 廣為人知的作品 但在編劇領域一直有著相當地位的 莊文強最終決定開始自編自導 而談起跨行緣由 卻原則他多年來擔任編劇的無奈 其實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我開始發現 我常常寫的劇本導演 都不是這樣拍的 比如說你寫完一個劇本 我寫了半年 一年 然後你去看手銀的時候 為什麼走錯了戲院 明明不是這個劇本 然後我就開始發現原來 原來導演也是很孤獨的 然後他也需要有人在旁邊 我就開始進組了 然後進組的時候 就開始再做多一點的工作 比方說幫導演去跟演員講戲 幫導演去跟主創 每一個主創去解釋每一場的劇情 然後從每一天的東西 然後發展到每一個星期 然後整個電影 其實我應該我參與的最多的時候 是無奸道 無奸道基本是我寫的劇本 99%都是跟著劇本拍的 然後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在跟場 然後第二個原因就是我發現在 因為無奸道去了很多影展 電影節 我發現原來你不是導演的話 是沒有人理理的 就算你是編劇 你是把那個東西生出來的 原創的 都沒有人理理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劉瑋強跟麥兆輝 他們就鼓勵我去做導演 他們常常說反正你在現場做這些東西 都根本就是一個導演做 那根本沒有分辨 為什麼你不自己做導演 然後就做導演 其實我很久沒有一個人當導演 這一次就是好多年以後 我第二次自己一個人當導演 就有點寂寞了 要解決什麼問題都是自己一個人 以前我會找我的拍檔 我會找麥兆輝 這次我想了一個方法 我就把麥兆輝那一份 我把它打碎 給我不同的工作人員 這次應該是我跟工作人員 最接近的一次 那反而出現一個效果是蠻好的 就是原來你讓大家一起幫忙去創作的話 會對你的創作會有蠻多的 幫助跟影響的 我剛才說我很孤獨 你孤獨只有這個方法 就聽人家講多一點點 找人家吃飯 多年後再次獨自擔任導演的莊文強 雖在天性中充滿了孤獨與悲觀的特質 雖在這一過程中 有了許多別樣的收穫 而此次的電影《無雙》 更是莊文強早在十年前 就產生興趣的假鈔主題 有一次在做另外一個故事的時候 就在網上面找資料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一些關於偽鈔的 就反正那個故事要找的找不到 就找到很多偽鈔的東西 我就一直追著這條線去找 關於偽鈔的東西 偽鈔的歷史 偽鈔在每一個國家不同的地方 然後把所有看到的東西 歸在一起 就變成無雙這個故事了 其實我們這種創作的方法 因為我們不是 比如說電影公司說有一個IP 然後哪一個明星說有一個故事 我們的方法都是我們自己想到故事 然後就把那個故事寫出來 然後找老闆啊 找演員啊怎麼樣的去 然後把電影拍出來 那我們這種做法就比其他同行會比較 可能時間會花的長一點 因為你做出來的東西是你喜歡嗎 其他人並不一定喜歡嗎 其實這也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一個叫創意的工作吧 創意是做什麼 我們是做新的東西出來嗎 但是一般來講 資金啊老闆啊 他們都會看以往的層級 然後如果你的東西是新的 他們就看來看去不能把他的商業的價值量化 然後他就著不出決定 然後像我們這個戲就還有其他的原因啊 比方說這個故事在十多年前是 在十年前是比較敏感的一個故事 那所以一直在等 再等 等機會 所以機會一來就可以開工 也不是說十年都在工作 但是應該說把十年都在找機會吧 你寫這樣的一個角色 你不找我演 你本來想找誰演 就發覺覺得那個角色 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能演 1992年的時候我記得啊 紀錄開拍的電影是364部 他一部就每天有一部電影 成本不斷地在漲 票房也沒什麼漲 好像香港電影沒落了 那我不同意了 魯豫有約 中文牆放棄設定才能寫好劇本 精彩 稍後繼續 這是發哥拍的照片 發哥作品 他常常叫我去在拍片的時候 想一些場景 他拍照嘛 在現場常常叫工作人員 坐在那些場景裡面 拍個很酷的照片 我說你看他們穿得那麼 那麼破破爛爛的 有什麼好看啊 要不然我就想一些這樣的東西吧 還有發哥簽名啊 還有發哥簽名啊 還有門口那個你沒有看到嗎 也是發哥拍的 好像是用iPhone拍的 我們收機啊那天 留意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有焦點的 好開心 真的我應該是從投影師去 投影師去 投影師也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 製作啊 那我一直都記著那個感覺 因為投影師其實是這樣的 那時候沒錢拍我們 那我們有很多台汽車嘛 每一天我們上山去拍 四點鐘 大家每人一排 把車開上去 開上去 好了 然後拍完 把車開回酒店的時候 應該是四點 下午四點上山 然後凌晨四點 出太陽我們要走了 因為拍晚上嘛都是 然後回到酒店六點鐘睡 睡到兩點鐘起床 又上山吃個飯 就每天這樣的工作 那大家的感情很 那個感情很好 然後大家互相幫忙 怎樣的 士氣很好 然後這一次重現 所以這個照片 我說一定要掛在這裡 1968年出生的莊文強 父親曾是電影院的經理 因此香港電影幾乎是 伴隨他整個成長歷程的存在 1986年 電影《英雄本色》一上映便迅速走紅 成為了香港槍戰片《劃時代》的存在 我發誓以後 再也不會讓人用槍指著我的頭 我這三年 就得想等一個機會 我要爭一口氣 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訴人家 我身體的東西我一定要拿回來 而片中主演周潤發 也早在當年便在莊文強的心中 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 或許莊文強也沒有想到 時隔30多年 因此次導演電影《無雙》 促成了他與周潤發的首次合作 一開始把這個劇本寫好以後 每一個人看過都問我 你為什麼會想到發哥那個角色 我說發哥那個角色不就是發哥了嗎 對我來講是一個理想 就是你拍電影 你的理想演員是誰 那我其中一個理想的演員就是發哥 所以常常我在寫的時候 我的劇本以前的作品的劇本 都有發哥的影子 不過這次這一個是發哥看完劇本以後 然後我們我還記得 然後我2月13號給 我2月13號跟他聯絡上 那時候我在一個花店買花 在那裡老婆必須要做的這些手續 然後我收到發哥 發嫂的電話 他給了一個地址給我 叫我明天把劇本送過去吧 然後第二天就是2月14號 其文節嘛 我就駕車了 駕車去跟著那個電子的地圖 去到那個地點 不就是我昨天晚上買花的地方嗎 那我給了他 然後15號我們就見面了 他看完14號看完劇本 15號我們就見面了 然後他見完跟我談了一會兒 然後分手的時候 他問了一個問題 導演你寫這樣的一個角色 你不找我演 你本來想找誰演 就發哥覺得那個角色 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能演 當然因為在找一段的時間 我就不敢高攀了 我就沒想過發哥會答應 因為發哥對劇本的要求是滿高的 然後我跟他也不熟 一直都找不到門路去找發哥 然後最後反而是因為 國富城的經紀人 他就跟發哥有聯絡了 是他幫我找到發哥的 而且對的我跟發哥的淵源要早一點 就是我因為他一個角色 搞到我很麻煩小的時候 許文強 然後我小學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叫我許文強 對 那時候其實全香港的人都很喜歡周恩發 但是那時候大家看到他走到電影圈 每一部電影都是虧本的 其實每一個香港人都替他召集的 那時候每一次進到戲院都是失望的 但是那不是難看的電影 其實因為發哥接了很多文藝片 好像聽徐克說 本來英雄粉色他是去跑龍套的 就也不是跑龍套 做個藍二號吧 其實藍三號 但是他演的 他的部分一點點 然後發現演得很好 那吳宇孫一直在加 把他加成藍二號 然後想不到他比迪龍大哥 更受觀眾的歡迎 那如果你要我跳到那一個點 我就 我好記得就是那時候 我去家裡有那個小賣部 在戲院幫忙 星期天上片第一天 昨天晚上是午夜長 聽說有70%的入住 那是很差的 在香港 基本上午夜長必須要爆滿的 然後12點我還記得進戲院 很冷啊 夏天很冷啊 因為才有我在上面那一層 那時候上下兩層 上面那一層只有20多個人 我進去的時候 大概是迪龍大哥去到台灣 就被那個台灣人出賣那一段 是誰出賣我 是誰出賣我 你 浩哥 如果我出賣你 我怎麼會跟你在一起呢 那我一直看就是這樣 看到風鈴格的話 我整個人都瘋了 很厲害啊 然后两点半我进去再看的时候 差不多有一半的观众 然后四点百分之七十 然后七点九点玉藻爆满 然后整整爆满了一个月 我就看了一个月的英雄本神 其实另外还有一部叫 《秋天的童话》也是 我最希望有一天在这里开家小餐馆 门口对大夕阳 每天晚上收工搬张凳子 坐在门口吹着海风喝喝啤酒 我记得我是那天是我们 好像跟我们中午比业 就一帮同学考完试就去看电影 也是没人看的 然后我们看完第一遍 看着女孩子每一个人都哭了 怎么样了 然后我们说明天我们要看 我们打算去买票的时候 明天的票已经卖光了 然后还有阿郎的故事 你问我其实对我来讲 发哥是没变过的 只不过他 你看着他在电影圈成功 然后往后 就是英雄本色往后的电影 发哥演什么大家都喜欢看 然后他仿佛抓到一些东西 后来这一次我跟他拍的时候 我发现到他抓到的是怎么样的东西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演员 没办法 很有效率的电影演员 我拍了好几个镜头 我都 我试过拍一个镜头 不关他事的 他就在旁边过一过 然后 我拍完我说你有没有搞错 这镜头是人家的 你过一过把镜头抢过来 那我怎么样剪 他说导演这是习惯 他原来是每一个镜头 他认为他的概念是 每一分每一秒 你开机以后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他的战场 所以他每一秒 他都想得很仔细 想得很通通 他才走进去的 所以拍照片发有一个好处就是 一般都是三四条 有些时候一条已经行了 一个做假操的老板 能文能武 天是跟魔鬼在一身的 发个看 他说这个只有我一个人能做 因为你在写周恩发 里头有感情啊 动作啊 还有一些搞笑的 好好看 原来拍发歌真的很爽 想着开法拉利一样 你踏下去他就给你 开始和中间结尾都有动作 我很久没有拍这种动作戏 开空以前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不做运动 所以灵活了很多 我演那个戏可以看到 我真是年轻的很厉害 比方说吴建道写了一个星期而已 没所谓长跟短 就要看每个剧本 我也写过一个剧本 写了一年半 成本不断地在涨 票房也没怎么涨 好像香港电影没落了 那我不同意的 鲁豫有约 中文强放弃设定才能写好剧本 精彩 稍后继续 因从小在电影院长大 卓文强并不仅仅见证了周润花 从票房毒药到一夜爆红的转变 更见证了那个年代 香港电影的崛起与辉煌 彼时的香港电影业 不仅宏集东南亚 在华语电影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打造了不胜美举的影坛巨星 成就了几代人心中 不可磨灭的港电记忆 90年代末 在时代发展 经济形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香港电影的投资与票房 开始逐渐下滑 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 也逐渐转向内地寻求发展 很多人说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已经落幕 成为了历史 而对于香港电影 有着比许多人 更深一层感受与情愫的庄文强 对此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1992年的时候 我记得 好像有记录开拍的电影 是364部 一个香港那么小的地方 364部 那个意思是怎么样 差一部就每天有一部电影 开拍了 那确实是黄金时代 但是那个时代是因为有台湾 有东南亚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是那个盗版 盗版把整个 香港电影也弄夸了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成本不断地在涨 然后票房也没怎么涨 所以有一个感觉就是 好像香港电影没落了 那我不同意的 我只能说香港电影 是不再工业化 什么叫工业 工业就是每天都有公开 就是工业 现在不是工业化 那时候我们是像 我们可以说是中间的目楼 但是我们这家公司也不是每一天就在拍片的 不再像以前讨论的是生产量 那现在我们做的是一部一部电影 其实更可怕的我可以告诉你 今年到六月为止 只有十八部香港电影 但是很奇怪的 我们香港电影 你找不到工作人员开工 每一个人都很公开 每一个人都很忙 那为什么这个时代变了 以前我们拍一个电影三个月 从写剧本到开拍 到拍完到上片三个月 现在十八个月 那原来我们的工作 比以前复杂了 需要的人多了 所以你的产量就下降 但是你问我 像电影 是不是真的走下播走得很厉害 我也不觉得 我常常说如果 好多人说好莱坞的电影很厉害 怎么样 你够胆把一年 好莱坞一千三百多部电影都看完 你就会说 好莱坞太多烂片了 是吗 它能进口来香港 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比方说你一个星期两部 我们只需要一百部 而且这一百部 也不是每一部好看的 其实比例上面 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 每一年大概有五十多部电影 大概有五部六部可以看得上演 已经很不错了 那《无间道》 《无间道》 《无间道》03年是一个好的电影 但是你说后来没有 你问我《陶姐》好电影 《天水为》好电影 《寒战》好电影 《亦恋无名》好电影 还有好多 能说出来的 这十几年 十五年了 其实香港电影一直都有好多好的电影 但不好的也有很多 电影就是这样的工业 电影是一个十分之一的工业 我们说每十部电影 只有一部电影成功 其他的九部都是 所谓成功 应该不是说成功 就没有死 其他九部都是会死掉 对我来讲 其实已经很不错 只是能说 我只能说 香港电影不再工业化 不再工业化 但是它产量不够 老板也不多 因为老板 比方说香港老板 他拍片在内地 他的收回有点吃亏了 他就没有动力 去再做这样的投资 但是这有一个误解 就是你不是内地投资者 就会影响你的创意 比方说我是香港人 很简单 香港人就会拍香港电影 河北人就会拍河北电影 比方说贾佳哥 你看站台 我是一直很怀念站台那种味道 那不是一个北京导演可以拍的吗 然后比方说上海导演 应该拍有一种上海味道的电影 就你的种类多 你赢的机会就会大 所以香港电影现在的问题是出产 但是你说工作是没问题的 每一个人都有工作 因为这几年我在发展局 电影发展局也有一个工作 一直在推动年轻导演 那我们现在的看法就是 让一些年轻导演 拍一些很便宜的本地电影 那希望能成一个气候 但是你说要回到以前364部 我觉得没什么可能 比方说我对一个事情有感到有兴趣 比方说伟超 我会去沉溺去了解 但我并不会一定会变成电影的剧本 但起码我在那个时候 我很好奇 我想知道他所有东西我就知道 然后累积到一个点 其实是蛮直觉的 每一次都是 就突然间到一个点的时候 行了 我可以开始写了 然后一般来讲我写一个剧本很快 大概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吧 有些时候难一点的一个月吧 比方说吴建道写了一个星期而已 没所谓长跟短 就要看了一个剧本 我也写过一个剧本写了一年半 当然是票房 因为第一票房肯定跟口碑有关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吧 你拍一个电影 你希望有多少人看 就这里的人看不行 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你讲的东西 当然越多人看票房就会越好 但是也不会这样去想 不会想口碑 不会想票房 我觉得如果想口碑想票房 一般来讲拍出来都不会好看 一般来讲就是你自己觉得过不过瘾 你自己觉得那个题材好不好玩 如果那个题材是很好玩的 肯定你拍出来就会好玩的 用心的去拍出来就会好玩 要有这样的逻辑 导演才有价值吗 要不然导演有什么价值 我还很在意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自己拍完一个电影 我们会看大概100到200次吧 就像《无间道》我在剪接的时候 我已经很痛恨这一部电影 我觉得很难看了 已经分辨不了 然后因为觉得很难看 就一直在想不同的方法去 让它好看一点 比方说那句台词 能不能改了 五个嘴 好 改一改 然后这个地方没音乐不行 然后那个地方那演员 多了一个动作 我怎么样剪走它 就一直在里面 然后你就迷失了 你就永远再想不到 到底这个电影应该是怎么样 我不懂判断 应该这样说 我不懂判断 然后既然我不懂判断 我又怎能有什么样的期待 所有的期待都是 都是妄想 都是幻想 其实我是蛮期待 在得到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 因为这个奖跟其他奖不一样 其他奖有评委 比方说金马奖它有评判团 然后Oscar它有一个学院 对 其他的奖都是有评判团 但是金像奖是业内的人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这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同行选你出来的 同行是包括你的对手 去选你出来的 那个荣誉是一个 所有跟你 一直在这个行业的给你的 他们是 我们广东话是写一个福字给你 他们是福了你才会给你 那是一种很 对对对 所以你问我我对 我只对香港电影竞赛者有个期待 永远希望自己在电影的技术上面 更加进步一点 因为我常常挑战自己 我要讲 现在比方说我现在能力是讲五个事情 一张就是一分钟讲的完 我希望我能在一分钟讲十个事情 就改 一直在改善自己 然后希望自己拍的电影更简单 其实简单是很重要 很多人误解了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其实电影最复杂的部分是 你怎么样把它弄得简单 是现在追求的东西 其实我刚才说 我自己在编剧的专业上面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 我开始不做一个动作 那个动作我常常听到其他的编剧做的 但是我也不敢说对不对 但是对我来讲 我放弃了那个动作以后 我写剧本就写得很好 那动作叫两个字设定 就好多编剧说 我要设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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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已经不再设定了 我只让人物 根据他们自己应该走的人生 自然去走 不过这个方法 其实在美国有一些老师都有 甚至出版了一些书本去叫 我在大学有叫书吗 我们一直在研究的 那我们给了一个名字给他 这种方法叫方法写作 就方法演技的方法去写剧本 你怎么样进入那个世界 怎么样进入那个人 然后去把那个东西找出来 而不是创作 不是设定出来 四伯爷有一次在九龙城 我跟他吃完饭 走出来 他先跟两个好像情侣拍 拍拍拍拍拍拍 聚集了好像 大概三十多四十人 我说发哥要走啦 要不然走不了 他还在拍 你知道后来我们被人群挤到外面 差不多有一百个人在现场 后来是我要推开所有人 把他抓上他的车子 他从来都是这样 就是反正每一个人要求 他都 他能做到的都做 他很喜欢跟观众在一起 那是真的 你没办法骗 他试过一次来 他在一家餐厅 又是被人包围 你知道他怎么样做 他说大家不用包围 我每一桌都过来拍 然后他去到一桌 手机哪来 然后那个女人就跟他说 发哥我跟你拍过 那是我老婆 他连我老婆的样子忘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线